明朝万历年间 卢龙县有个地痞叫黄鹤三 也为品行不端 三十多岁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此人平日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暗地里专干些偷鸡摸狗 坑蒙拐骗的勾当 而更加可恨的是 这家伙还非常的好色 只要见到长得漂亮的女子 不管别人是已出嫁的小媳妇 还是未出阁的大闺女 她都要想方设法轻薄一番才肯罢休 这天黄鹤三又在街上闲逛 迎面突然走来个年方妙龄的小泥姑 但见她生得朱唇粉面 柳眉星目 行走时如若柳浮风 虽然穿着宽袍大袖 但还是难掩她那婀娜的身姿 娇艳的面容 匆匆一撇之下 黄鹤三便惊为天人 当即如同尸魂落魄般愣在了原地 那光景 要不是她又张大嘴巴兜着 只怕哈喇子已经留了一地 从那以后 黄鹤三就对这小泥姑着了谜 反正她原本就没什么正事要做 于是便一门心思打听起 这小泥姑的事情来 不辞辛苦接连跑了几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 倒是真让她探访了个七七八八 原来这小泥姑法号叫做惠空 是外地来的 到卢龙县的时间并不长 也没有固定的修行场所 不过别看她年纪不大 口碑却相当不错 只因她不管去谁家诵经祈福 一律都不收钱 故此许多人都说她是个真正的修行者 佛法造诣颇深 当然了 出家人也要吃饭 所以谁家请了她去 只要供给一日三餐即可 又因为她没有固定的修行场所 故此有时候也会流粟在施主家里 但这惠空非常有原则 家里有男人的她一律不住 毕竟尼姑虽然是出家人 讲究四大皆空 但不管怎么说 她始终都是女流之辈 所以若是有男人在家 她还留宿的话 未免不大方便 故此 只有那些家里没有男人 只有女眷的 她才会安心住下来 而地方上那些死了丈夫的寡妇 尤其喜欢把惠空请到家里 做做法事 念念经文 借此超度王夫 顺便也寄托哀死之情 黄鹤三岸地里跟踪观察了一段时间 发现果然如此 她也不知为何呀 惠空尼姑特别受寡妇的欢迎 十天到有八九天都住在这些人家里 这样一来 可把黄鹤三给挤坏了 天天住在别人家 她哪有机会下手啊 不过没让她等多久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 这天傍晚 惠空从一户人家出来 静止朝着城外走去 躲在一旁的黄鹤三大喜过望 他早就已经摸清了惠空的底细 知道没地方住的时候 他便会到城南一座荒废的尼姑庵落脚 看今天这个情形 这惠空是要回尼姑庵了 安顿着心中的喜悦 黄鹤三一路小心翼翼地 尾随着惠空出了城 七眼看着他进了尼姑庵 此时天已经黑了 他悄无声息地摸到窗边 铁石手指把窗户捅了个窟窿 凑几一看差点没叫出声来 太美了 屋子里只有惠空一人 点着盏油灯 摇曳的灯光下 惠空更娇艳动人了 此正是 灯下看美人 越看越精神 色胆包天的黄鹤三此时 再也无法忍耐 绕到门前 抬腿就是一脚 踹开门冲了进去 惠空被这不速之客吓了一跳 他的一声惊叫起来 再看这黄鹤三 只见他闲着脸皮道 小师父莫要惊慌 我不是坏人 来找你是有事相求 听他这么一说 惠空稍稍心安 连忙双手合适道 出家人慈悲为怀 施主有什么事但说无妨 黄鹤三一脸坏笑地 看着惠空 随口应道 小师父啊 这事还得赖你 我的东西被你偷去了 你可知道 惠空一听 连忙辩解道 贫尼自出家以来 一直严守轻规戒律 绝不会做出偷盗之事 施主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怎么会误会呢 你不知道吗 自从见到你第一面 我的魂 我的心都被你偷走了 黄鹤三细皮笑脸 便说便朝着惠空走去 接着又道 小师父啊 你如此貌美 为你我是茶饭不思 相思成疾 眼看就要活不成了 还望你发发慈悲 与我同诉一晚吧 说着便不由分说扑了上去 惠空哪肯轻易就范 自然是拼死抵抗 怎奈身骄力弱 哪里敌得过五大三粗的黄鹤三 当即便被他压在身下动弹不得 而这黄鹤三维非作歹的事没少干 这勾当便是他的专长 轻车熟路 没费什么劲 就将惠空的裤子给扒下来了 可等他往下一瞧 当即就愣住了 你猜怎么着 这惠空竟然跟他一样 是个实打实的大老爷们 黄鹤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觉得脑子里翁的一声 胃力翻江倒海 恶心的不行 见他愣神 惠空瞅准机会 一脚将他踹倒在地 连忙又将裤子提了上来 顾不得屁股摔得生疼 黄鹤三慌忙从地上爬起来 一溜烟跑了出去 到了家里 黄鹤三连骂了几句晦气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心里直犯恶劲 这倒也不是他矫情 试想一想 患你突然发现自己心心念念 垂涎欲低的女人竟然是男的 只怕你也比他好不到哪儿去 黄鹤三越想越别扭 越想越别去 可想着想着 他就觉得不对劲了 要说这惠空既然是个男人 那他应该去当和尚啊 为何男扮女装当起了尼姑 仔细一琢磨就明白了 这是打着幌子骗色呢 一想到他每天住在那些 俊俏小寡妇家里 黄鹤三由最初的恶心 变成了强烈的嫉妒 心里不由咒骂道 好你个男扮女装的假尼姑 那么多小寡妇被你糟蹋 简直气死我也 看到这 千万别以为这黄鹤三 突然就正气凛然了 他这单纯的就是眼红 很快眼红变成了深深的嫉恨 次日一早 天刚蒙蒙亮 怒火攻心的黄鹤三便不管不顾 竟直跑到县衙告关去了 这有人告关 知县胡一辉自然要升堂审礼 只见他端坐公堂 一派经堂墓问道 堂下所归何人 你又因何事状告何人 黄鹤三忙应道 回老爷 草民黄鹤三 我要告那花你故 不是 我要告那花鹤上会空 这黄鹤三的臭名 胡知县早就听人说过 晓得这家伙是个地痞流氓 当下又见他语无伦次 便有心要借题发挥 惩戒一番 于是不等他说完就立声呵斥的 混着 一会儿尼姑 一会儿和尚的 公堂之上 岂能由着你胡闹 来人 给我拖下去 重打三十大板再来问话 话一未落 两旁差一应声如雷 不由分说 将黄鹤三拖下去一顿好打 这黄鹤三挨了板子 脑子也清醒了许多 待胡知县在问世 斟酌许久才小心翼翼地应道 禀老爷 小的告的是 那会空尼姑 这人呢 其实是个男的 他假扮尼姑 时常留宿在寡妇家里 小的猜测 这假尼姑表面上说是 诵经祈福 暗地里实则非奸击道 胡知县一听 当即吩咐两个差异 火速去拿会空来问话 二人去不多时 便将人带到了公堂 这倒让黄鹤三有些诧异 他心想 这会空是胆大包天 还是没脑子 明明身份已经暴露 他就没想着躲一躲避避风头 怎么这么快就被带来了 再偷眼去看 只见他镇定自若 没有半分惊慌之色 这黄鹤三还没想明白 会空为何有恃无恐 却听胡知县的 会空 有人状告你男扮女装 假扮成尼姑 借宋经传法之名 夜宿寡妇家里 你有什么话说 会空不慌不忙应道 回禀大老爷 小人自幼出家为你 何来假扮之说 见他矢口否认 一旁的黄鹤三连忙 大声喊道 大老爷 他说谎 他就是个男人 胡知县道 黄鹤三 我且问你 你口口声声说 会空是男人 可有什么证据吗 昨晚我扒了他的裤子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话已出口 他便发现自己说漏了嘴 于是连忙捂着了嘴巴 只可惜为时已晚 只听胡知县怒视道 你好端端的扒人家裤子做什么 我 我 黄鹤三结结巴巴 答不上话来 你这混账肯定又是色迷心窍 欲行不轨 然后行奸不成便来诬告他人 是也不是 这胡知县也不等他答话 又吩咐作用 来人 把这混账拖下去再打一顿 可笑这黄鹤三告状不成 反而被打得皮开肉绽 当下趴在地上大喊起来道 大老爷 小的心怀不轨 甘愿受罚 但我说的是实话 这惠空就是个男人 不信你找吻婆来 一验便知 胡知现见 他挨了两次板子 依旧一口咬定惠空是男人 当下也一虑起来 虽说地痞的话不可信 但万一他说的是真的 自己境内出了个假尼姑 自己却未查明真相 这可是失职啊 可不是闹着玩的 想到此于是吩咐差异找来吻婆 让他带着惠空到后堂查验 过得片刻 吻婆来报 惠空是个女子 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黄鹤三一听 脑袋摇得像波浪鼓 口里大声嚷嚷道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分明是个男人 胡知现一拍京堂目道 黄鹤三 你还有何话说 我 我 黄鹤三级的满头大汉 突然 灵光一闪想到了一种可能 于是连忙喊道 大老爷 小的认为 吻婆收了惠空的好处 所以才帮着他说谎 这话一出 吻婆可不干了 当下也不管身在何处 指着黄鹤三的鼻子 就破口大骂道 你 你血口喷人 一时间 宫堂上吵吵嚷嚷 好不热闹 胡知现只得怒喝道 肃静 等众人安静下来 他继续道 这话也不道理 确实有这种可能 来人呢 再去叫一个吻婆来 差役的令 很快便又带来 另一名吻婆 再次查验前 胡知现为了保万物已失 又让人叫来自家的几个丫鬟 担任监督之责 如此一来 再无作弊的可能 很快 这个吻婆也查验完毕 得出的结论 与前一位完全一致 胡知现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那几个丫鬟 问道 你们可一直在场 当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丫鬟们齐声答道 我等一直在场 并未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这慧空确确实实是个女人 大胆黄鹤三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胡知现怒吃道 本官看你就是见色起义 但行间不遂 竟然心生怨恨 诬告他人 来人哪 给我在打五十大板 然后收入肩中关押 黄鹤三次时已经猛了 连他自己都怀疑起来 难道昨晚是自己慌乱之下看错了 可没等他多想 屁股上便传来了火辣辣的刺痛 一天被打了三顿 就是铁人也受不住 只见他脑袋以外 昏厥了过去 遣散了吻婆和丫鬟 胡知现和颜月色的对慧空道 小师傅受惊了 这黄鹤三已经收监 你请回吧 就这样 这件啼笑皆非的案子 随着胡知现一声退堂 落下了帷幕 但是案子真的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 回到后堂 胡知现立即将搬头白万通 召来富而吩咐道 之前在公堂上 本官见那黄鹤三被打了几次 仍然态度坚决 一口咬定慧空是男人 虽然两次查验都没有问题 但本官认为 黄鹤三这地痞的话虽不可信 但此辈最是狡诈 他为何要编造一个如此拙劣的理由 诬告慧空 这对他并无半点好处 所以本官推测 这当中肯定有什么隐情 我要你现在立即带两个机灵点的兄弟 暗中紧盯着那慧空 见即行事 白万通领命而去 还真别说 胡知现这一招名修站道 暗渡陈仓 当晚便见笑了 话说这白万通领着两名差役 一路跟踪慧空到了城南的破庙 等他进去后 潜到窗下一看 三人全都傻眼了 屋里竟然有两个慧空 只听其中一个道 哥哥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这骗得了一时 骗不了一时 另一个则咬牙切齿道 妹妹所言甚是 但那黄鹤三世在可恶 坏了我的好事 我无论如何 也要将他碎尸万段 才可罢休 这几天就暂时不做生意了 你小心藏好 可别被人看到了 等解决了此人 我们再去别处 二人还要再说什么 白万通 三人却如神兵天将 撞开大门 站在了他们跟前 此日 胡之县再次升堂 这两个慧空被当场抓住 为了不受皮肉之苦 当即便如同竹筒倒豆子 一五一时将所犯罪行 全盘招任了 原来 这二人是龙凤胎 父母死得早 兄妹俩自小相依为命 一起长大 到了成年后 这当兄长的便暴露出 贪饮好财的本性 于是通过威逼利诱 说服妹妹和她一起剃了光头 假扮成尼姑四处骗财骗色 每当被人察觉时 就如同这次被黄鹤三撞破一样 她便将妹妹推出去 任你如何查验 她都是各时打时的尼姑 所以总能瞒天过海 化险为夷 案情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 胡之县暗中捏了一把汗 若不是自己多了个心眼 险些让这恶贼逃出法网 最后 慧空音假扮尼姑 祸害梁家妇女 多达百人以上 被怕了个秋后问斩 此证是罪有应得 而其妹虽然是从犯 但实际是被其兄长 以亲情蛊惑 并加以胁迫 故此 胡之县网开一面 只是将她关卖为奴 留了她一条性命